我老婆刚才在辅导我儿子功课 因为过两天啊 他们学校里就要考试了嘛 哎 现在家长真的是越来越难当了 什么东西啊 都得家长们来辅导 所以我跟我老婆经常都在想啊 如果我们真的那么厉害的话 什么都会的话 那这个老师还不如让我们来当呢 学校里面教的东西啊 真的是越来越敷衍了 老师在课堂上啊 肯定也是随便带过一下这样子 而且感觉现在学校里面教的啊 好像都是直接过一遍 然后它不会像以前我们在学校里面那样子 老师们都很负责任的 然后会把每一个学生都交到会为止 不知道你们在福利宾这边那些比较好一点的学校啊 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 最后啊 我有一个疑问 我们国内的学校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很多东西也都需要家长们自己来教吗 做业啊 也都需要检查啊 就像在当老师一样 我得跟那妈经教授啊 不可以的啦 你还真实际上 用课程课课 我可以教授 其他人也有免费的设计,对吧? 有免费的 但是我的设计可以学习的,我会拿到一些设计 很棒 你怎么会学习? 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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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学习? 不 蛤? 不,可以 可能会有免费 不? 起 answer probably mali ka, check mo mabuti ah demo tong unggoy UNG, diba? Ano yung U? patinig, diba? Check mo mabuti okay? Huwag ka magmadali sige, answer mo na yan ay, tapos ka na